好这个单元我们介绍定积分 定积分的概念呢 实际上是人们为了求不规则形状的面积体积 这些几何问题要发展出来的 那本章主要介绍定积分它的几何意义 以及如何求算定积分 那首先呢我们来看一下 就是假设呢现在呢 有一个函数f of x 它通通大于0 对于任意一个x呢属于ab 这个符号是对任意 对任意的x介于ab之间呢 这个函数呢通通都大于等于0 那如果说呢我们现在把这个 不定积分的符号加入上下线 加入这个上下线它就变成这个样子 这个呢就是定积分的符号 这个是定积分的符号 那这个符号呢它在几何上面呢 实际上呢是代表底下这个图形 它阴影的这个部分的面积 也就是划横线这个部分的面积 那y等于f of x 在平面上面的图形呢 它要不然就是一条直线 要不然就是一条曲线 那我们如果想要知道说呢 这个曲线介于ab 介于这个s等于a s等于b之间 然后s轴上方 这一块面积的话呢 那么我们就要使用这个定积分 那么定积分这个符号 它代表的就是这个面积 那早期的数学家呢 它是以下列四大步骤 来求算这个定积分 这个定积分也就是刚才那个斜线部分 阴影的面积 它是以这个四大步骤下来求算 那首先呢就是呢 像这种不规则的面积呢 你要怎么做呢 它一开始呢 是把这个区间ab 分割为n小段 然后我们就令这些分割点呢 让它是x0 x1 x2 x3 然后一路到sn 那x0呢 其实就是原来的那个a点 那右边那个sn呢 就是b点 那它这是按照大小来排列的 那么然后呢 我们由分割点再做 垂线 我们就可以把面积呢 分成n个长条 分成n个长条 那我们把这个图形 看一下 首先呢就是呢 这里呢 其实就是原来的a点 这里原来就是原来的b点 那在做分割 把整块面积 因为它是不规则面积 我们没有办法记下去算 所以早期的数学家呢 他就把它做分割 怎么分呢 先从底部这个区间ab开始分 我们就令这个第一个点叫x0 然后第二个分割点叫x1 再过来x2 然后一路过来到sn-1到sn 那你把这些分割点分出来之后 然后做垂线上去 那做垂线上去之后呢 整个这个不规则形状 这整个面积 它就切成像这样 第一个长条 第二个长条 第三个强条 那点点点 然后到这边是第n个长条 那现在呢 就是我们希望能够去计算 这些长条的面积 那这些长条呢 它也是不规则的 它也是不规则 因为它上方呢 并不是一个直线 而是一个曲线 那所以呢 我们进入到第二个步骤 第二个步骤呢 就是呢 我们在每一个小段 xi-1到xi中 任意取一点ti 然后以fti为第i个长条的高 那这个i是等于12一直到n 那这里呢 这个就很有弹性 这个i如果是1的话 i如果是1的话呢 你把这个带下去 这边就是 s0,s1 那么换句话说呢 我们要在s0,s1中呢 取一个点叫做t1 取一个点叫t1 而且呢 以这个t1 以这个t1作为第一个长条的高 那在我们的这个图形里面 这第一个 第一个长条在哪里呢 在这里 从这里到这里 这是我们第一个长条 这是我们的第一个长条 那这个长条里面呢 在s0到s1 在s0到s1 在这个区间里面 我们随便的找一个点 把它叫做t1 然后你从这一点呢 做高 做高 那这一个虚线 这个虚线 它的这个长度 就是把t1带到这一条曲线 这个函数里面去 去求出它的y值 那所以ft1呢 就是这个虚线的高度 就是这虚线的高度 那接下来呢 我们就 让i等于2 i如果是2的时候呢 这边就变成了 s1 s2 这2-1就变1 那在这个s1 s2 取一个点 叫做t2 t2 然后呢 以ft2 作为第二个长条的高 那s1到s2 这一段在哪里 在这边 那你就在这一个区间里面 在这个小区间里面呢 s1到s2 这个小区间 随便的找一个点 我们把它叫做t2 然后从t2呢 做一个高上去 做一个高上去 那这个高度呢 它就是ft2 然后呢 我们重复这个动作 i等于1 2 3 一路到n 那如果这个i是n的时候呢 这边就变成 x的n-1 然后再xn 那我们在这个里面呢 取一个点叫做tn 然后以这个ftn 作为第n个长条的高 作为第n个长条的高 sn-1在这里 这个分割点 这是xn 也就是b点 那最后在这一段里面呢 你随便找一个点 当作不一定要取在中间 取在右边 取在左边都可以 那你随便的找一个点 叫tn 然后由这一个点呢 做高 做高 做出来这个 它的高度呢 就是f of tn 那这里的目的是什么呢 就是呢 原本这个长条 它不是长方形 那我们这边呢 希望能够把它看成是长方形 下来计算这个面积 然后用来去估计这个曲线底下 真正的这个面积 那么接下来呢 就进入到第三个步骤了 第三个步骤呢 就是呢 我们把每一个长条都视为是长方形 那因为是视为是长方形呢 所以这个长条的面积呢 它是约略相等的 比如说像这第一个长条 我们如果这样子画 因为它本来它是这样子的 这是第一个长条 那现在呢 你是用一个像这样子的一个长方形下去估计它 所以像这边这一块呢 就没有算到 那这边这一块呢 就多算了 所以这个长方形的面积 它的面积呢 就是用这个高 然后再乘上它的底面积 乘上它的底 那这个长条呢 它的底部 底部的宽度呢 就是把X1减掉X0 那它的高呢 就是这个FT1 所以这计算出来 就是第一个长方形的面积 用来估计这第一个长条 那第一个长条 它原本是 是一个曲线 上面是一个曲线 这是倾斜的 接下来呢 第二个长条 原本这个长条的面积呢 是从这样子 然后下来 这样下来的 这是第二个长条 那么我们就用这个长方形 用这个高 然后乘上它的底 也就乘上它的宽 高乘宽 那这个宽度呢 就是X2减掉X1 X2减掉X1 那我们把这每一个长条 通通视为是长方形 然后下去呢 用它的宽 乘上它的高 下去计算这个面积 那继续计算下去 到第N个的时候 最后这一个长条 它的面积呢 就是呢 把它的这个底 XN 减掉XN-1 把它的底呢 乘上它的高 这是第N个长条的面积 然后呢 我们就把它全部通通都加起来 去估计这原本曲线底下的面积 那所有的长方形面积呢 我们把它相加 就可以得到真正曲线下面积的这个估计值了 那这个符号呢 是代表曲线底下真正的面积 那我们说这个真正的面积呢 它就约等于 这N个长方形相加 这是第一个长方形 这第二个长方形 这第N个长方形 那么这样子写呢 一大串 我们可以使用这个Sigma 求和的这个符号 还有呢 那用dataSi来表现 Si减掉Si减一 那这个i是从一二一直到N 我们使用这两个符号 那么上面这个式子呢 就可以表现成底下这个样子 那这个符号 同学看一下 这个dataSi 就是这个两点之间的差距 那因为它的这个副标 一个是i一个是i减一 那刚好跟这边吻合 这个10 那这边是21 然后再过来32 一路到后面是NN-1 那所以呢 我们可以把这整个式子呢 给它表达成什么样子呢 表达成像这样子 那换句话说呢 因为它的每一项 都是F一个副标 所以你可以把这个看成是呢 当i等于1的时候 这就是FTE 那这边是X1减掉X0 这是第一项 那么如果i是2的话 i赚到2的时候呢 这边变成FTE 这边是X2减掉2减1就变成1了 就是第二项 这是第二项 FTE 乘上X2减掉X1 然后当i等于1 2一路到N的时候 如果i是N的话呢 那这边就变成N了 所以它就变成XFTN 变成这个FTN乘上这个SN 再减掉XN减1 那这个符号 它的好处就是呢 如果你的这个相加的这个式子里面 有很多项 然后它有一些规则可言 也就是说可以用这个副标 i等于1到N来取代的话 那我们就可以把上面这个连串相加 表达成像这一种Sigma这种符号 那当i等于1 2 3 4 一直到N的时候 它就产生这N项 然后你记得要把这N项要相加 好那这个是一个简洁的写法 那后面这里呢 SI减掉SI减1 我们再把它表达成这个DATASI 把它表达成DATASI 那所以呢我们说呢 真正的这个面积 它就约等于 这N的长方形相加 然后约等于这N的长方形相加 那么接下来呢就是 我们要下去呢调整这个误差 那如何去调整误差呢 就是 我们来看这句话 就是你把长条的面积视为长方形 它是有误差存在的 那要调整误差的方法呢 是什么 就是把分割的数目调大 那如果当N趋向于无限大的时候 假如说这个极限呢 它存在的话 那数学家就把这个极限值呢 定义为 这个图一中真正阴影的部分的面积 那调大 还不是调到 1100 1100 1亿 它是把它调到无限大 调到无限大的时候呢 这个误差就不见了 好 这个误差就不见了 那如果说呢 它的极限值是存在的话 那么这个试子呢 就视为是这个定积分 它的定义了 因此呢 这个F of X 我们说F of X 它的定积分 就是由A到B的定积分 你可以把它写成像这个试子 写成像这个试子 这个就是它真正定积分的定义